論文聖雲政務酬 詞文聖雲政務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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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蜕大白銘教授 很高興來跟他分享 對《居座正義 Record》的一些看法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剛剛對郵政的理想和實踐 我在郵大經驗教書是2013歲 有一個真的感覺是狗費火車 因為在郵大教書 老師教書大概都多談理想很少實踐機會 在2013年14年的時間 我接受了當時郵農林市長的邀請 擔任台北市工廠的職位 有了我實踐居住正義的一個機會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對居住正義的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欺騙性 一個是房地產市場的屯房廠座性 我先看這張圖吧 我先看這張圖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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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一下 大家還記得胖大人這個事件 胖大人是當時宣稱他們做麵包 是由天台的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現,他們也殘殺了人物相親,一起受罩子的活兒,都認為胖子的騙子,消費者大騙 當時,請問這樣講法下,胖子的事件是法律是廣告不實還是詐欺行為? 廣告不實跟詐欺行為是差別,廣告不實只是宣傳的不好,罰者很輕 若是詐欺行為的話,那就是涉及不當的理由,肯定犯罪行為 當時台北市政府,我們在此時,我們就決定這個事情其實是百分重的 所以我們用了所謂詐欺行為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事情 結果呢,大家知道,後來胖瀾那麼多的事件,全部關於逃避了,沒有再發生這個情形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房產市場上,讓我們看出很深的,叫工業住宅 大家知道什麼叫工業住宅,就是工業區上蓋房子 這些工業住宅賣房子的一些建商說,白天可以辦公,可以做商業食物 晚上可以做租家,住商養商業,房價不比,純住宅還要便宜 哇太,這點多就來買房子 可是當你收到這些工業住宅的水電帳戶的時候,我們發現到 他們一般的賺錢是貴的,這幾台答題 可是當你被檢取的時候,被人家說,政府違背使用 啊,那麼體系嚴重 那不再要違背使用的處罰 同時呢,他某個程度,可能以原來做住宅的那些隔間他打掉 不能夠做住宅,引起很多糾紛 請問,這樣的工業住宅,他是廣告不實,還是詐實行為 結果,很清楚 中央政府法律地點,這是廣告不實 所以看到,現在的工業住宅還誠實不窮 還在很多,無法效益 而甚至這些,這個工主說,當時都常騙你了 萬一還要求究極合法,產生很多困難 這在我在臺平市當中看到這些現象,就覺得非常的嚴重 到底胖達人事件,跟工業住宅,你覺得這兩個不合比例原則呢? 胖達人還沒有包包,萬一百塊,頂多這麼多的價錢,消費其實也不會影響到他家人工鄉金線大概還差不多了 可是,買房子這件事情,是你一輩子最貴的東西,幾百萬幾千萬 結果你說,那個不是欺騙,那個只是長到不實,所以還很多,成熟不窮 那個不符合工業原則吧 我們再想想看另外一個,放任市場上,有所謂一個,在街頭中心買房子 跟你想到一下,在百萬公司買東西有什麼差別 百萬公司買東西,你看那個商品都標準很清楚,對不對 價格都標準很清楚 甚至哪些東西賣掉的都不會去,商品上看價格上升 可是當你在街頭中心買房子的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覺得它樣品屋,模式都大很漂亮 結果你就去問一看,怎麼都沒有價格啊 哪個房子沒有這樣的方法,你也可知道 就更有忠誠 可是當你看到在街頭中心買房子的時候,你看好多人在買房子,好熱弱啊 你會不會擔心,那些可能都是那些賣房子輕不好用 假的啊 讓你覺得,在街頭中心買房子,那種欺騙壓力你覺得還滿大的吧 跟百萬公司買東西完全不同,對不對 換句話說,在房險市場上那種欺騙行為,讓你覺得到真假假,賣了多少等等想法 因此,我在2013年進台北市政府的時候,我第一個動作,我第一個手的動作 就是,我要求訂定一個房屋銷售規範 銷售規範只有八條很簡單,業者號稱只有張八條,張建人給了八條 那是什麼,那是說,所有的賣房子啊,一定要有所謂,不可以騙人 就是很簡單,我要求,你所有人都去去查他所講的廣告的一些情況 當你說,現在房子升兩戶還沒賣掉 我就請同你查說,你所有其他人,合約數拿出來看看,是不是都賣完了 是不是只剩一個來過 當你說,這個房子創包價,一平一百萬 好,我就去請同你查,那房子在一百萬的消息拿出來看看,何總 換句話說,不讓我坐下 同時,我同時帶領的監管單位,這個小寶官,帶著稅權單位,帶著地政單位,去做聯合機查 每一個,這個,這個,這個,預收買辦的時候都會查 當他們查的時候,很多都違規,你幾乎沒有,這個,沒有騙人啦,簡單講 當他們不斷的預期查,一點多後 那這個騙人現象,這樣全場多了 我講這個意思,其實告訴你 政府其實只要嚴格執行,打不了騙人,這房子是殺傷 我想這個就是,居住這個第一句吧 讓你買個安心,住個安心 居住安心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最基本的 其實,只要大家方式上不騙人 市場上交易更有效率嘛,買個房子就更好 這是落實居住的第一個要件 我再講第二句 反正市場跟屯房炒作現象 屯房炒作現象,屯房炒作現象 屯房炒作現象,你看到最能做什麼 當你晚上找到各個社區去看看 怎麼那麼多房子晚上都免燈啊 那個叫做空屋現象 你知道台灣的空屋啊,帶著多少比例,你知道嗎 根據住宅普查,一步一步的調查,十年的普查 台灣的空屋,達到百分之二十 二十是五十 每十個房子,每每個屋房是空的 當你看到房價這麼高 又有那麼多的屯房在那裡,讓沒有人住 你那種居住這些感覺,就覺得非常的萬態 對不對 房子可以住的就能不住 反正在投資屯房,當就問啊 你那邊問,為什麼這些有些人買房子屯房那裡 沒有人住咧 我看這個事情 根本的原因是,當房子有點預期爭執 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個房子車的成本質量非常低的 除了多低,達到這裡 當一個車子,兩千七的車子 他的牌照稅,燃照稅,每年的車成本多少錢? 一萬幾千多百錢 我們的房子,房屋稅,立價稅 一年多少錢? 以這個中和二十五個房子 不到兩千出頭一個年 這是什麼比例原則嗎? 差了八千五倍啊 那些房子是幾百萬,上千萬,車子不到一百萬啊 當然因為車子很低,買到天哪有所謂嗎? 這就是為什麼空門那麼多,資源沒有效利用 的一個根本原因之一啊 當然 如果這細舊的話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其實在過去 自用住宅的房子車身份 跟非自用住宅的房子車身份 定義很模糊 所以各地方政府 就為了靠好表明 就全部都用自用住宅的房子車身份 然後稅率就更低了 你再去想想看 再去查一下法規 你發現自用住宅的稅率 在當時早期的車身份 是1.2%的所謂房子車身份 非自用住宅是2.0% 差不多 差了0.8% 不高啊 你是這樣的情況下呢 發現我合理行行 我當時到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我就2010年 我打電話給當時才能找張宋柯先生 我說我希望中央讓人來修法 把這個定義 給我更清楚 然後把自由和非自用的順利把它打開 我說只要這樣子 我台北市優先來支持 我當時很快 說好 當時還被媒體宣稱 這次雙張會 張部長跟張副市長要聯合來打房 當然 這樣的討論的過程中 我很快答應共識 就是四月和電影 當時我們清楚地說 好 自由住宅原來1.2%的順利 我們還是不遲 可是非自由住宅 從1.5%到3.0% 增加了兩三倍的持有成本的最負 對於自主 對於自主和非自主的定義 有一點點不同的想法 我當時認為 只要第三部以上的房子 就應該是非自主 兩部是自主第三部是非自主 張部長認為 那個太嚴重了 他認為 第四部房子才能自主 否則 大概要修法 重要修法 落不了關 大家知道三部事物什麼含義嗎 大概這樣 這是台北市的房子持有結構 百分之二十的是五根瓜爐 沒有房子的 百分之二十的是一根瓜爐 就是一個房子的 百分之二十以上 是兩根瓜爐 二十以上的情況下 三根瓜爐的佔了百分之十 四根以上佔了百分之二 這就是我跟張部長兩個 百分之十跟百分之二之間的落差 當然 因為中文修法 他很清楚 如果太嚴格 當時其實是過不了關的 當然我也覺得 在當時的氛圍下 能夠先通過 實踐成功道 先做了 所以就做了這樣的一個修法 其實這個修法大概 四月五、五月 立法案就通過這個稅子改革了 然後 我當然想 我太北市 我就積極地去說服所有的議員 說他們呢 想罵得到通過 因為這就是事情到百分之二的人 而且這個房子 也不過增加了兩三倍 事實上過去 你看到比例不合的原則 太低太低了 欸 太北市 過 OK 我本來想 太北市過了 太北市領頭養 我們過了之後 跟地方政府 跟地方政府 就跟地方政府 欸 大家不玩 不過的 是一件事情 不過的 1.5 2.0 都有最低的稅率 不太多 那感覺 坦白講 這個稅子改革上 你會發現到 那個小說中 唐吉克人 一個人在前 威打敗前 後來呢 回頭都過 怎麼後來都沒有人呢 那種稅子改革的堅實 那種孤獨 其實蠻深刻的 當然不只這樣子 除了盤房稅之外 我再看的是 當時 他要求 三十年 沒有調整 新建房的建造成本 我要求慢慢慢慢調包 然後呢 甚至比較繁華 繁榮的路段 那些 這個地價稅的持有成本 也會被調包 調整 同時呢 台北市只要獨有的豪宅稅 豪宅什麼意思 豪宅什麼意思 豪宅是那個 這個房子 這個超過八千萬的 那個大概 台北市 我們算起來大概有四千 多多 大概不算是一堆 很少 當時 我們 這個 要求豪宅稅的時候 每一個四千多目的 豪宅的路主 收到這樣的時候 有人說 為什麼沒有收到豪宅稅啊 因為當時豪宅稅的稅的 書單很低 所以一旦貼了豪宅稅的時候 他的豪宅就上了 他好標籤嘛 所以他說 你們都買科武豪宅嘛 這背後你彈著 你知道 科的如果彈清的話 那是於事無果 那只是 製造差不多的 跟原罷了 可是當我們2015年下來之後 收到豪宅稅 為什麼收到豪宅稅啊 當然 你說豪宅稅 增加了一兩倍 這個當然有一點 可是 更重要的是 他不只是豪宅啊 他同時新建了房子 他同時在豪華地段 他同時是存了五六幅的房子 那一家財產就會增加很多了 所以 在任人的壓力底下 整個台北市的 你知道 從2013年房子市場上漲 一直到2014年房子下來 這個房子不僅進去嗎 這一次的下來跟過去 房子市場的下來 一種差別 你知道嗎 過去的房子市場的下來 大概都從蛋白區郊區 新北桃園那些郊區 開始先下來 然後再到台北市 這一次 你知道後來下來是不下來 從台北市的 淡白區 淡白區的豪宅才下來 最終市區的豪宅才下來 這個房子市場的慢慢下來的結果 使得市場慢慢的 情況的 一種 翻轉 很多人說 這倒怎麼回事 誰忍獲 那個警報張先生 2015年不下來是否忍獲 只是張先生忍獲 當然 我自己認為 針對少部分有錢人 讓他增加他的負擔成本 房子負擔成本 減少他屯房炒作 因此讓房子下來 你覺得公平合理嗎 當然這事件建制 本來 本來我覺得公平不合理 對不對 可是大部分人應該覺得 只是相對合理 但我也不覺得是我打下來的 因為房子長期的不合理 我只是可以能一腳 找到那真正的關鍵 讓他慢慢的合理 下台了吧 有些人多回來一點 而使得市場慢慢合理化 我覺得是 一個事情 所以 我自己有深的感觸 反正 基於這件事情 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可以來努力來執行的 那怎麼樣能力執行呢 怎麼樣達到 居民對於公平消費的理想 實踐的一個想法 請大家只要 怎麼樣 這個 看到不合理房價就不要進場 對不對 這樣是一個想法 可是 我還要更強調 當你看到不合理房價的時候 你還跟所謂 因為投資客就買房子 跟所謂那些騙人的 黑心建商 或者重建業者買房子 你其實是 助長了 那些投資少做嘛 然後又助長了那個騙人欺騙行為 當然 更使得 你跟投資客搞不好 其實是買到不利的 那是損人不利己的啊 所以你應該 避免這樣行為吧 是不是 更是 你應該支持政府 剛剛講的 對於不合理的 這個 非支援住宅的 屯房廠舟 增加它的持有成本 減少 空空的現象發生嘛 這樣才會使得 我們的資源有效利用 減少所有屯房廠舟的現象 所以呢 我覺得 這是我們大陸 應該可以做的事情啊 當然啦 一年九個月的公職懸崖 公職懸崖 很深的感觸 什麼 理想要堅持 這個理想堅持啊 讓我對應想到最近 其實 台北市政府 可疲所謂白聖一樣 很深的感觸 它現在把我們的 建商屯房稅 下降了 把豪宅稅也下降了 所以過去的一些努力 其實都慢慢的 這個 走回路 使得 福蘭市場 本來從下降 下降看起來 有點看人不回啦 我覺得 的確啊 理想堅持 並不想中容易啦 可是 我但是覺得 做法要務實 光是理想做不到 也不用處 雖然百分之二 跟百分之十人落 這真有效 才能感受到 真 你要真的能做得下去 才是真的 所以 要真的 做法要很清楚 可以實踐 當然我更能感受到 專業要尊重 專業尊重 是 你對整個的事情的 原委來源 全面知道你還是關鍵 至少我覺得 我從比較 有能力的 所謂豪宅開始 所以 從 比較騙人的 那些事情 才來發生 這事情 就 至少 比較容易 那是一個 專業的 一個 你應該要 展現要尊重的地方 當然 一年九個月 這種公子生涯 我覺得 身在空門好學習 我是蠻 能夠 感受到 真正 所有的公務 其實是 你可以發揮 你的居住正義 意願的情形 當然 居住正義 我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個 感想 是你我都能夠實踐的理想 居住正義 絕對不應該是口號 努力實踐才是我們道 做得成才算數 如果大家是喊 居住正義 大家都 只是喊在旁邊的 你不自己 一起來實踐 公民社會 那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 我很期待 我們居住正義 大家一起來 居住正義 不放手 直到 夢想到時候 謝謝大家 insight 開放 似乎 請 開放 晚安 開放 鞋